搞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像韩大赛 自从国三男孩对韩总发表理性感性说 现在高雄最杰出的高中生们 最流行的活动就是批一个市长奖 就可以搭上国瑜市长的合照专车 欠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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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给我听听看 各种道具跟创意层出不穷 有穿溜之大吉TQ合照的 有穿民进党候选TQ合照的 还有你他妈来打书的 看完书名才知道原来是来打市长的 在这个台上了另外还是有熊中的学生 另外则是拿着这一本书 叫做为什么爱说谎的书来跟韩市长合照 高雄人真是热情啊 面对这些俏皮的学生 韩市长始终是充满爱与包容 完全没有生气 这什么了不起 校长刹咧但快善气 市长满满阿旦好脾气 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 有个锤子在身边也很合逻辑 大家不要紧张 身为一个高中模范生 身上有本书在身边也很合逻辑的 多过层层保护 多过层层监视 穷中男孩又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务 这坏的不疑啊 前有六支大吉 后有黄色疏皮 高雄人才济济 结稿前又来了女高中生参战了 古有金科自擒 图穷比线 竟有赖鱼冲树 想撞劝剑 我现在宣布2019花式呛韩大赛正式开打 安迪沃和说过 在未来 人人都可成名15分钟 同学们呛完市长 记得还是要好好念书 不念也没关系了 配上韩粉的华丽诅咒 也有可能上台大 没关系 尽量骂没关系 只要两秒钟 滑鼠一到右下角 目前订阅284700 按下订阅一起征服宇宙 阿里波特乌斯联盟 小智在10岁那年抓到了他的第一只宝可梦 老陈在50岁那年抓到了他的第一只宝可梦 曾经瘫痪交通引起全球热潮的手游 OK蒙够的开发商尼蒂克 觉得大家的钱跟时间太多了 推出新的真实地理环境的AR实际游戏 阿里波特乌斯联盟 阿里波特你不知道 我也不想介绍 这是究点哦 让你身为麻瓜也能用魔法 公园的阿北门你准备好要当正气室了吗 我已经早晚跑到了 我赢了Gryffindor House 60点 托格华兹最大客机手游上线了 黄金杵丝盆 永久分内貌 光轮两千复刻板 结果木魔杖大礼包通通都没有 区区台币走 台湾欧美同步上线 贴近原作的场景美术 跟OK蒙够相似的AR元素 出发发童真魔法师 遇到困难时记得拿出你的魔法卡 一切问题都会因魔法而解决的 对了所命中是阿娃达卡达了 有的人有钱了就想要有钱 有的人有钱了就想要有钱 美国有川普 台湾有台名 而中欧的捷克共和国 有人称捷克川普的巴比斯 觉得这个形容是蛮恰当的 巴爸爸是捷克第二大富豪 他的集团有250多家子公司 他还有两家报纸和一家电台 靠着农产食品起家 立足捷克 胸怀中欧 放眼世界 政府宇宙 靠跨领域并购公司 带着自己发大财 身价跟我加起来高达1240亿台币 我认为他们做的比我更好 巴爸爸把打折反欧元 反贪腐旗帜 在2017年当选捷克新总理 我们也认为 那些国家应该比较稳定 而且应该选择 中国国家、澳洲国家、澳洲国家 澳洲国家、澳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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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国家 但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想要有钱跟很有钱 他想要有钱是拿你的钱 巴比斯被指控 冒名申请欧盟 资助款高达7000万台币 引爆捷克30年来最大抗议行动 大约25万人 走上首都布拉格街头抗议 要求总理下台 群众压力 巴比斯采用了一种比较贬的处理方式 巴比斯说人民有权抗争示威 但他有权拒绝下台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SOP 他无不认抗议不秒 他的良心会不会痛我不知道 但是手应该会抖 一手推 巴比斯要赶快 快去追踪订阅 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